当地时间4月23日 美国Impossible Food公司宣布正式进驻香港三间餐厅 推出100%纯植物制造的牛肉汉堡 Impossible Food公司高级副总裁尼克哈拉透露 植物牛肉是经过公司多年研发出来的 材料包括水、纤维小麦蛋白、椰子油、马铃薯蛋白和血红素制成 科学家认为血红素是肉类有肉味的原因 以此为出发点研制出植物牛肉 希望2035年植物牛肉能在全球取代蒸牛肉 植物牛肉入住的其中一间餐厅 Happy Paradise的主厨Metro表示 餐厅将把植物牛肉加入到公众熟悉的产品当中 推出植物牛肉汉堡包和植物牛肉饼 其中汉堡包为了配合中国元素 还将以馒头取代面包作为表层 Metro称植物牛肉非常环保 会会影响新一轮亚洲的生活潮流文化 走向绿色健康化 将来会会改变全球民众的生活方式 Metro还透露新阶段植物牛肉制作成本较高 比蒸牛肉要贵 例如一个汉堡需要118港元 清蒸牛肉饼需要88港元 今后大量生产后 价格会和蒸牛肉相弱